八戒是什麽東西 就是在這個 你去戳中 你去戳中的時候 不要去戳戶 不要去戳戶 所以下面就說 若許友人一次經典 修持乃籍師傅基點 以他言說 去福福 去學習生肥 和以國師伯地 一切祝福 一切祝福發尿道路 三廟三保庭 我 改將出境出 這個四季 有這個四季 四季 先過三千 在這世界的皇帝 我們 七步 一步是 這個人用這個四季 四季 來給人家解釋 用這四季 修持保持 這兩個人的皇帝 都一個人比較大 從這經文裡面說 修持四季 這些人的皇帝 比三千代千世界 七步去保持的皇帝 你一個人聽說 哪有這個事情 這金光景裡面 四季 有那麼大力量 那一手 沒問題 真正有已經大力量 這四季 四季 有人說金光景後面 一切優惠法 如旺 反泡應 如露 如露 如靈 應做無習慣 四季 有人說 這四季 是說 由他實境後 因人生救後 使他行善道 不連經入來 這就是四季 有人說四季 是什麼 無好小 無印小 無教訓小 無修正小 這個雞 是這個 佛經 叫到 就是我們 散民鐵 在當場的 那一種 是在 做西瓜 絲瓜 的鐵 做瓜 那樣的雞 有三日 有四日 五日 七日 就說 かん 這四季 你不可 分別 說哪一項 現在我來的 不是金光景的四九季 我現在用一個連活的四九季給你聽 這四九季有多大的養殖 一個姓李人 皇帝也派說 李人出去出去外去 我們國家沒有的一種 真的嫁人補貴的東西 你去買那些東西回來 我們皇帝拿一百貨的大神出去 是他去找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去走 走之後就打開了 我們國王金庫銀庫 每個人都這麼多 我們就要買什麼 沒有一個香港是 什麼金錢得色的 走走到路邊 有人就買貴貴的一九季 賣那幾季呢 他跑去看 他說 我問你 你賣這個怎麼賣 他說 要十牛銀 十牛五金 他說哪有貴 他說 他說 我沒有師妹 這個地位 這個雞的事情 我這樣也很少 他說 好 要不然這樣 生到一百年 他要回去 要不然 他要給他 十牛五金 來買 他買 這個地位 那個雞的 就是一個老爺的事 他說 他說 我這兒買的 前一句 你再前三步 收收 退三步 收收 你要放浪的時候 收 你要決定的時候 你再收 收 他說 這三個金錢 怎麼這麼貴 他說 你要黏 十牛年 你要黏黏起來 前三步 想一想 退三步 想一想 要放浪時 再想一想 決定的時間 再想一想 就抵回去了 現在 這老爺的事 這樣會騙人 這幾個十牛銀 老爺的事 這個錢 就不能說 叫酒 一定要十牛五金 好啊 不然 甘肆又給你 讓你有說到 別說我這樣 不斷輸贏 整個錢 又拿給他 之後 又換回去 走諸子 走著走著走著 嚴重 還對於門口過 那剛才過年 二十三十 明天再一次過年了 哎呀 太太有困難 都在睡了 都心中了 親親的事 這樣 中到那個肚子 他又知道了 他又打開瓶了 他面前看了兩兄弟 這個女人 可能是一個女婦的 一個女生是女婦的 這個太太 我不知你跟黑白做事 跟我們做外見小的事 那我今天要給我看回來 但是我腳斑回來還撈不到 想說這爪好撈起來 總是你今天讓我撈到了 最最對的 現在我來去廚房 這樣木頭給自己有所事開著 撈腳撈腳去廚房去拿一個菜刀 說現在 這樣幫大家撈起來軟的頭都要撈起來了 這當時看他我今天去廚房有十、十、十、六年 那李飛的雞 現在來撈花了 他又開始撈了 嚇三步生一生 頭前嚇三步生一年 退三步還要撈起來 他要撈下來的時候要撈虛人 還要撈一撈 還要撈一撈 我決定要撈了 你還要撈一撈 嚇來的三步退三步 嚇頭前三步退三步 這間 這間 他太太 跟太太做的 就是他老母 因為他老母 叫他說 他老婆 他老婆 在那房間 在那裡 跟他撈起來 他老婆 在那房間 跟他撈起來 他太太說 你想要送菜 你走菜頭這樣 眼睛閉你送什麼 他說我就是 你兩相的一相的 你是十五人走來這裡睡 那個時候 我就跟你說 你老夫不肯 和我做肯 這樣你快要安心了 那個時候他一定說 這樣不只十一秒 十一秒 一百一秒 一萬一秒 有鑑蛋 有鑑蛋 他說 你在笑 你了什麼 你看這個力量多大 你可以了解 但是那個時候 老的聲音 行衣服 退衣服 不太太太 放路 人們太太太 要決定的時候 又再也太太 但沒想起來 那個要出事情 他去調景也需要做事 其實這樣也就暢 這個四季的力量是很大 無論無邊 我們人間無事 你不要接受 你不要接著 力量多大 這個四季生過了三千代經世界七部的佛事 不但這樣 一斬一斬 一直下去 這個四季的力量 這樣更大 現在我們再來看這個經文 金光經裡面 佛國四季佛體 若仙人自賢如臨 於此經典 乃至少子師父一定為他隱身 於此福得 性情福得 休止四季佛體 雖說 四季 乃至四季既定 當地出處 一切世間天營阿修羅 改應共用 入佛塔廟 佛房優勇 今年修齊特首師父 佛地 當地使人成就 最上第一季佛集團 由四間營所在出處 這位優勇 這段經文的重點 是在哪裡呢 修齊特殊委員 選擇金光經 協定四季可以選擇 像是祖祭白郎的佛 金光經是大乘法治經典 是菩薩用 於這個土土中心的法佛 如果可以收金光經的菩薩 這是祖祭修持金光經 及四季 不像別人來說 大大來選擇 這個金光經的道理 會這樣 一定 最多是一個消息 除了解 這個新聞 不可以稱為是菩薩 所以 凡師修持金光經 及四季的菩薩 一定要奉養金光經 及四季 萬金光經的經文 主要 這段經文 主要是說 不能夠祂修修 但是菩薩在修持金光經 又又修修 這樣一切公益 故事又沒了 佛道在記者說 菩薩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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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聽菩薩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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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說明就是這個基源是受持特殊健康經的人 對健康經親密的意義 畢竟已經了解自己的心 所以並且寫了這個信心 這樣一個人不是一般的普通人 怎麼說已經有神經的人 所以說佛教師就說如來不如將貌百歲 由始改修法 於這個經的故都會生信心 這人實在是是佛佛佛過期生金 三十五佛獎賢金來 一無兩千萬佛社獎賢金 我們又會想 我們爭了這麼多賢金的佛的諜章 今天有人會聽金黃金 你看你前世的神經多大 扣上了這個金光經 在到無量的神經 在到無量的地位 可以不會跟別人說沒有人聽 這一定是為別人來選擇來承擬金光經 為別人選擇金光經 就是能夠成就什麼福定的民主說 但是在這個地方 我們對金光經不可以偏了 不可以說不對了 我一個人在旁邊問 我請問先生 阿鳥道路三藥三婆庭是怎麼說 說黏到那裡黏得快 阿鳥道路三藥三婆庭 怎麼是黏到那裡黏得快 快點快點快點 這個 有的人說 我可以送金光經 我說不可以 我們在家的人不可以送金光經 最後會哭到 你說的人才會哭到 最後的人不會哭到 最後的人會開帝氣 這就說得了 心想不去接著 從你黏到的四季季來 說好人去哪 家